学藤外出六鹦鹉 结果害得新北市板桥将近3000户大停电 20号晚间10点多 警方的巡逻车经过自由街附近 高压电线突然传出了爆炸声响 还喷出火花 附近瞬间变了一片漆黑 最后找到了原因 由于鹦鹉突然飞起来 金属铰链悟触了高压线导致短路 而鹦鹉也当场被电击身亡 突如其来爆炸声响 警察吓一跳 电线杆上喷出火花四散 整点大声对不对 瞬间那个火花掉下来 所以好像人家放一火 那个金属散花那个火 20号晚上10点多 板桥自由路街上很热闹 高压电瞬间爆开 附近陷入一片漆黑 就是电源一车就来了 是酸仰的 所以放飞没问题就要回来 但是因为他的脚链有那个铁的 一名国小男童 带着养了五年的越轮鹦鹉 出来散步 没想到鹦鹉突然飞高高 停在高压电线旁边 脚链悟触造成短路意外 鹦鹉当场被电击身亡 小男生难过的抱着鹦鹉 在现场止掉眼泪 宠物鸟 往电箱处飞行后不慎触及 高压电瞬间短路 酿成附近2853户停电 15秒之后自动复电 台电也立刻赶到现场抢修 把造成短路的脚链拿下 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鹦鹉因为瞬间电压 被炸死变成小天使 小男童的悲伤可想而知 家长还得好好安慰 记者刘思周东霖 新北市报道 好 好 好